台东市龙井区调节委员会12号一早在主席吴欣福的带领下 就前往了华联市调节委员会进行参访 希望借由双方意见交流以及分享调节经验 提供民众最好的调节服务 台中市龙井区公所调节委员会一行人 12号一早就前往华联市调节委员会进行参访 民政客长潘唐胜协同华联市调节委员会主委李建新等多人 也向来访的调委会成员表达欢迎 并且相互致政具有在地特色的伴手礼 华联市调节委员会的调节程库案例每年都居全县之冠 更曾经获得法务部评鉴为全国乡镇市调节集邮单位 这也是这次台中市龙井区特别来访的主要原因 这次我们到华联来就利用这个空间 调制的空间到这里来观摩一下 交流学习里面这边的所有的尝试 所以这次我们来来访问非常非常的高兴 希望我们华联市这边的调节委员会 有机会到我们农寝来给我们欢迎指教 交流过程中互相对调节业务的技巧等等都提出心得 来做一个交流 那互相也提升这个调节业务的功能品质 出现地方繁荣 是今天特别欢迎农景区公所调节委员会的丽领 龙井区调节委员会主席无止负责表示 在当地调委会的调节业务是以车祸案居多 今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受理服务件数减少 不过随着警戒降级后 申请调节人数也跟着逐渐增加 希望借由参访有助龙井的调节业务向上发展 记者徐立琴 欢迎电视报导